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 习近平3号到5号 在贵州省,碧杰市和贵阳 两个城市考察 刚才是收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长达半个小时的节目 以前很少这样,这么大规模的 这么长篇幅的 这个电视新闻 报道习近平的活动 少见的 可见习近平及其团队非常重视这次宣传 虽然在报道领导人参加的名单当中 只显示了丁薛祥、刘鹤、何立峰 这个再加上这个地方领导人 此外 没有讲这个江金全的名字 江金全我们知道前不久是取代王滬宁 担任了中共中央政策的研究室主任的 但是从镜头当中我看到了 是他 那就表明这次的宣传策划是由江金全主持的 这个宣传的用意非常明显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这个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节目呢 在结束的时候啊 中央电视台在报道着贵州啊 毕竟和贵阳的大好行事之后 其中讲到了习近平在五号的上午 听取这个贵州省委 省政府汇报 汇报当中强调什么呢 强调遵义会议 因为贵州有遵义嘛 也就毛泽东长征工程当中啊 反五次 反围角 这个 换了很多领导人啊 一擦一擦的啊 到这个遵义最后定下来 就毛泽东成为第一号领导人啊 从此以后就没有变过 一直从那个时候到毛泽东过世 过去是战争年代 后来是和平时期啊 这个毛泽东都是一把手 那么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反复强调 这个毛泽东带领 中国人民走向了这个胜利啊等等 那这什么意思非常明显吧 一语道破了习近平这次到贵州的一个主题思想吧 就是说要为两年后的二十大铺路 为他这个终身制啊 奠定基础 所以说这个节目里面 这个一个是他选取 呃 贵州和避捷是有用意的 因为避捷是贫困区 以前这个贫困的状况啊 媒体经常有报道 我以前曾经讲过嘛 有七个五个小学生冻死在拉箱里 那么这件事情当时是轰动一时 表明那个地方 拘折有七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那么呢 那官媒的报道当然了 都是很虚夸了啊 这篇这个电视新闻讲到说三十年来啊 就一直在这个这个扶贫啊 扶贫方面取得了已经很大的成果了 他这里就举些好的例子 讲到习近平这个考察了这个 毕西市啊 毕杰市 千西县 新人苗祖乡 化无存 这是苗祖啊 还到一个村民家里 叫赵玉学啊 呃 去这个 闹家常 还到人家那个卫生间看一看啊 呃 这篇报道当中讲说 以前他家住的是 这个 很破烂的房子 现在是二层小楼 我看了一下 电视的画面啊 的确是 呃 实实求是讲 如果这个是 这个住的房子真的啊 是他家的 那这个房子还是不错的 这习近平也看看那里面的这个 卫生间的情况啊 还在他家里包了粽子啊 等等啊 这个 只是他们那个都戴着口罩 看不清 他家那几个小孩的 这个 面目啊 表情啊 估计应该是一家人啊 那么这个 从这个画面当中看 好像 这个 扶贫工作 脚子以前取得很大的成绩啊 你想以前传说那个地方那么贫穷 现在都能住上那一排排的小楼 很整齐 这个的确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典型 非典型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值得这个研究啊 一个是这个到贫困家里去访贫问苦 这也是春节前的一个惯例啊 这是一方面 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他领导下 这个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啊 这个是当然你要扶贫 很得老百姓民心啊 接着他就 这个搞了一场这个歌舞秀 也就是一看都是精心挑选的演员吧 这个群众演员啊 穿着漂亮的衣服啊 这个载歌载舞的 那么这个媒体上已经报道了啊 我今天给大家再找来看看 也就这个画面 在电视上我重新看了一次 场面是非常宏大的 好多人啊 载歌载舞在这个地方 新闻充分地满足了大国资军的这个 虚荣心啊 这么多的漂亮的 这个异族的女人们 粗庸着戏戏片 那这是为大领袖 高兴坏了 手舞足蹈的 这个看来这个贵州省委书记啊 这陈一琴 这是很会作秀啊 很会拍马屁 这李炳君 作为朱镕基的秘书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这个在这个现场表现 也是这个跑前跑后的啊 这个从不显示着什么 中共这种政治体制就是什么呢 上级任命下级啊 下级就得这个上 对上级就流血拍马 那么现场还看到就是三个女人 见到习近平又鼓掌 又欢呼的泪流满面啊 其实感觉到非常地激动啊 也不知道这个这两 这三个人是真的是假的 也能看到里面似乎有的 这个位数不多的几个男性啊 就从眼神看 好像是保护比我换的衣服 换的变状在里面 保护习近平啊 但是总体上来讲 我认为他这个电视的节目当中 显示就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 还是相当不错的 前一段时间外界传说 他做了脑瘤手术啊 就给我感觉好像不像 假如做了的话 那也是就是说 界外手术啊 或许也是恢复的不错 没有看到异常的情况 我记得在上次他到那个延庆啊 视察那个冬奥会 残奥会的时候 这个在张家口啊 北京郊区那时候 似乎显示 他在走路的时候 不是很稳 但现在看 今天这个电视画面时间很长了 每看一个细节 仔细说不懂 基本上是行动如常啊 没有大的什么 这个变化啊 特别是在江边的散步啊 在乌江边的 后边跟着两个地方打远啊 风江打利啊 一来一来 这习近平看动作 神态表情 细节啊 没有什么 我觉得说特别的 这个地方啊 总之呢 就是说非常感到 习近平这一次 心情超好 我想他可能心情好啊 有这么两个原因 一个是 呃 美国总统川普下去了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戏兵啊 他去年就和美国斗 这斗的最后 这个 差一点就发生战争啊 他那时候可能担心 一旦开战 他根本不是对手啊 他因为性格比较胆怯 这个当时 这个很忧虑啊 一旦开战的话 中国这些腐败的军队 能不能顶得住啊 他这方面 这个负担解除了 现在虽然拜登 没有给他打电话 但是肯定是 中美军事冲突 至少从目前来看 不会发生 这个他心里已经 呃 放下了打石头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全世界 现在都在疫情 这个防疫当中 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你像美国 加拿大啊 全世界各地 这个疫情都是 非常严重的 唯有他 那个他最早的疫情 从他这个犯来 出去的 他现在反倒 渡过难关了 这个从电视画面 显示贵羊 呃 避解 虽然戴口罩 但是基本上 还疫情 这个很少啊 这个是了不起 而且 呃 生产恢复正常 市场供应 我看 从电视画面上显示 还供应的还挺丰足啊 什么东西都有 他也到一个超市里面走一走 呃 和那些老百姓互动啊 问问价值 当然有作秀的成分 不过可以看出 在经济上 他也 这个有困境 但也松了一口气 可能这两个原因啊 我觉得他 心情不错 呃 另外他想通过这一次 这个举动啊 这个证明自己像毛泽东一样 也来到了尊医 啊 从此以后就不能再下台了 永远是 领导人啊 他的用意在这里啊 此外他还参观了 这个中科院的天眼啊 这个中心啊 还到这个江边啊 去看看生态环境啊 江水的这个 雾水的质地啊 这个等等吧 总之本人认为啊 这一次他这个 呃 宣传的这个策划 他自己非常满意 为什么中央电视台 这么长时间 报道的消息 而且赶在 呃 二十大即将来临的 之前 对吧 因为再过一年半 差不多两年吧 就到了 呃 两个任期结束 呃 如果按照以前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的时代 最多留任 两年军委主席 也就不错了 现在看来他绝对不想退啊 他通过像营造这个 这个万民拥戴 宰戈宰武 这种 方式啊 也用一种春节前 拜访这个贫困山去作秀 问候 松温暖这种方式 想融落人心啊 想这个在 这个对党内的反对派 进行抵制啊 社会上 对老百姓忽悠啊 那么 所以他这个 还是很精明的 宣传报道的角度来讲 只讲到了 陈希啊 这个 刘鹤 啊 这个 何立峰 啊 这个 这些人陪同他 这个 别的 像刚才讲的 这个江金权 他没有提啊 恰恰说明 这个江金权 非常重要 就对他进行 粉饰宣传 夸张啊 策划 这个也是看来 江金权将来是他一个宣传方面的一个新的助手了 因为共产党同道经典 他们充分认识到什么 就是这个宣传的重要性 撒谎欺骗的重要性 尤其重要啊 他这次到贵州来访问 毕竟来访问啊 这个他是真正下了一番心思 花费一番心思啊 做了一番策划 那么你可以推断 这个不仅就是说这个 贵州省委这个书记 这个沈疫情有可能 受到重用 这么利炳君也可能 这个目前的师徒向好 因为从那个 他开那个政府啊 和这个省委省政府的汇报 那个场面看 他的确是挺高兴 对他们很满意啊 这个不太清楚 到底他们脱平空间的形势 到底怎么回事 但从电视画面来 选取这些光明面啊 这个来看呢 那似乎是还是 有相当大的改进啊 这个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